这很明显叫做一个W底 那如果未来突破颈线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会做一个长线的走势 它打了5到6年的底 所以这一次你夹在的就是说 你去看它是夹在一个新耀的发展 跟一个所谓锂电池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资料 它锂电池电解E 它已经获得Panasonic的大单 它也打入了所谓的比亚迪 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汽车 那它也打入了比亚迪 也打入了Tesla Tesla是一个最大最大的 一个电动汽车的公司 它的乳癌诊断新药进入了人体临床 这一次台北股市 如果说在生机院里面 谁有新药谁是最占优势 那它本身是在做所谓的 夹在一个电动车跟新药里面 它是属于最低机器的股票 那它研发奈米金呢 是应用在疾病的诊断 那最后它的制药缓冲剂呢 它卖给谁 卖给辉瑞 瑞安有听过吧 有啊 辉瑞 所以美国技药大厂 默克 罗斯 还有交参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会觉得说 在7月份的选股 你分三个重点 一个是早寻有机器比较偏低的 第二个是早寻财报营收会向上的 最后是早寻有题材的 那最近的电动汽车 跟即将进入一个这个所谓生计月 那同样能重复的是这一档 那其他的你还是要注意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10年有9倍成长 所以这些股票各位一定要关心的 感谢魁国大哥 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关心那个汇丰 调高了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一股指从7.4%上调到7.5% 今天在第一顿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上阵跟深圳大涨 就大涨竟然就创下了新高 应该是一个越来的高点 因此汉卫 如果我们时间拉很长 不知道你觉得 因为雅股座位阶的比较 其实不可不承认的 陆股它的位阶是最低的 所以请问陆股会有大局反弹的机会吗 我们等很久了 以前都觉得他一直打底打很久了 我等不等不到现在 终于今天 他之前前一阵子就已经放出这个消息 说他这个限购令要取消 下半年 对 其实当初我们刚刚提到黄皮书里面 其实彭总还提到 中国大陆存准率很高 那个资金限缩的 现在看样子有要放松 其实很有机会反弹 所以很有可能连银行提拨给 央方的存准率都稍微降低一点点 对 因为我就不用限购了 我现在就不要打房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回中国大陆下半年的宽松政策 来自于车市房市银行端的资金灵活运用度 对 而且今天的中概股 你看房市我们今天动到什么 永大电梯 以前我记得有一个豪宅 那个好像不知道哪里盖的 盖好了没盖电梯 而且听说盖的很高 永大是电梯没错 对 对 对 那你看像那个汽车做气门嘴 2156灰 它这也是 今天汽车概念股也算是有带动到 所以我觉得可以开的看出来 其实好像中国大陆或者是中概股这边 开始有一点增温的迹象 最近如果您把盘看到了一点半 常常会发现有几大类 圣洁请教 我们上个K或上个通通 钢铁 钢铁昨天跟今天都拉尾盘 尤其在中钢 允强这些 塑化 台塑四宝塑化 偶尔也见到尾盘有买盘做敲进 没有拉很多 但是很强 金融我做补充 因为金融今天外资大买超 所以金融也在动 然后第四大类就是引建 引建跟资产最近也动了起来 所以四大类 请问有没有可能在电子稍作休息 他们变伏兵 当然是有的 因为其实基本上 如果我们大家去注意 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外资在期货的部分 多单增加了不少 已经来到多单来到5000多口 5132口 大概是最近几个交易日里面 单日增加最多的 感谢盛杰提醒我 我忘了念期货的信号 期货的多单大举增加 好久不见变到5000多口 对 没错 报近多单 然后逆甲叉 既然逆甲叉快速又明显的收敛了一些 所以大盘是不是V底快要再转强了呢 可是量有点不太够 选择权 选择权呢 我印象中大概有一个月 我没有念到 看涨的买买权增加的比较多 所以啦 由卖转买的外资 接买了66亿 我才会在第一顿预告 外资的买盘会不会回笼 那外资不会再追买电子了 会去买接下来 甚至要讲那些的金融跟传产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但是未来来讲的话 其实你要去留意就是说 其实你看外资这一波 真的也是够犀利啦 它在期货做多单的同时 现货大幅度买进 所以它代表这里有点在垫步了 感觉上这个指数 想要让它往上垫 那它买超什么 金融股的部分 其实它今天来讲 事实上也买蛮多的 那刚刚瑞涵也讲到 其他的你说这个硕化啊 钢铁啊 这一些 其实感觉上 它们都是属于怎么样 比较基期还算不是太高的 有点垫档的味道 像资产来营建 没错 这个基期都很低啊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这个我们讲说外资在这里啊 控盘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啊 刚也提到中概股 哇有的就永大的楼这么轻吗 对 所以它稍微涨一下 甚至我们之前有跟他提到什么 像润态新润态拳 它也是周线打底 你看它在这里 在这里震荡 其实在回撤景线的位置 对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台股这里啊 浮兵蛮多的啦 我们从整个最重要方向是什么 外资的期货 跟外资的现货的操作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它怎么样去轮动 从半导体开始轮动 从金融股的一个 往上补涨的格局 甚至当刚刚一个 说指数的一个冲关的要角 现在呢 钢铁也来了 硕化也来了 中钙也来了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盘式来讲 感觉上到现在 控盘控的相当的好 赛姐讲得真不错 所以呢 他们已经悄悄在动了 不知道你们读出讯号 电子走第一棒 现在来到了第二棒的金融 快要转到了第三棒的传产 刚刚那几大类 所以呢 先看一下 外资跟投信今天同买超 除了20档当中 有11档金融之外 赵峰中信国 赵峰金中信跟华雅科 还有仁宝啦 富邦金控 这些是外资买 投信也正在买方的 金控股买很多的 而且是同买 同买的呢 就是卖早很多的台积电 但是刚刚圣姐有提到了 外资是不是快要 由卖转买买回来咯 因为已经超过了 24万张以上的外资卖台积电 但是说到了外资卖 我今天不担心他的卖 因为他买了吗 那借券 为什么今天借券回到了100多亿 这么多呢 借券 其实最重要的是 没有 这个是借券金额 真正借券卖出 你才要真正小心 他真的有卖出来 但是有时候卖出来 没有卖啊 因为他可能是套利 因为他可能是套利而已啊 有可能是避险而已啊 我们真正害怕是他看空啊 就是说 那我教各位啦 如果他真正看空 然后又真正卖出 伴随的是什么 伴随的是现货的大卖 买买买了啦 所以他等于是现货也卖 然后这里借券也卖 指数也跌 这才是真正的空单 所以我喜欢这个答案 麻烦把今天外资借券金额 比较大的个股秀出来 从中华店到了英业达 您有看到台积电吗 台积电是卖超还在第一名 但是借券已经榜上没有他了 虎海中售细品您怎么看 OK 其实这几档个别股 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都是最近有除全息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大部分都除息啦 除息跟借券套利可能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还是有除全的部分 像中售的部分 它有一些全职存在 所以它可能就怎么样 我未来会有新股嘛 我现在就预备说 我先借券的金额 把它这个单子先留住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跟这个除息有关 那另外来讲 我坦白讲 我会觉得是跟它的一些 其他的一个套利性有关 因为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的现行上面 这些个别股啊 都不是一个非常 我们讲说只是全职有关 但不是一个非常活络 我们比方讲像中华店好了 你说它这个位阶来讲 你把它图形稍微缩小点来看 它在这里也是一个 属一个区间震荡 真正的空单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只是 它不要是空单就好 真正的空单是 它的容卷绝对会放在高点 相对高的位置 而且是有大的头部形态 那我们就会很害怕 你看中华电信 我觉得它不是大的头部 除非外资大卖 才要小心 就是借券直接 还是把它卖出来 那你当然就要小心了 好 刚刚呢 其实透过了汉威跟圣洁提到一个重点 外资再进行换股了 可能有些的传产 跟金融的布局 您不能不知道 而且买进的 现在换股买进来的 是在一些低机起的 说到了低 谁低啊 2498低吧 你看一下宏达店 宏达店就在大家嫌弃它很低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今天的价格 我看一下 今天收在141块半 141.5哦 不知不觉的宏达店的股价 创下了一个多月来的新高价 宏达店变得不一样了 惠子姐 等一下咯 哪里不一样 留给她来说 听说她有三样新商品 现在是密集推出期 什么样的新商品呢 回来之后了解 宏达店 还要再了解的是这一个 外资换股操作 我们待会还会再细讲 而中国大陆陆汽油 现在要上台湾的市场 F股有点卡卡的 怎么办呢 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 风雨来袭 请随时做好准备 唯利食品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杀聚 无法建议 无法建议 不吝点赞 杀聚 不吝点赞 杀聚 不吝点赞 杀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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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童心 打拼童心 欢迎您一起加入 找童心电子工作 快上Yes123求职网 您现在收看的是前线百分百 今年属下怎么这么了 G61搭载行动USB车冲 高稳定水平悬吊 浪花碟 G61 KCC街跑板 六万九千八 Tim Co 一起乐翻天 GP25四万九千八 为这片土地坚持做最好 台湾三洋在2002年率先推出全国第一台DC变频冷气 2006年带领国产洗衣机 冰箱进入DC变频时代 还做到国家一级标准 现在更首创DC直流双马达窗型冷气 做最好耗能少 台湾三洋SENLOX 红达店变了吗 股价真的会说话吗 刚刚那广告前看到了红达店的股价 创下了一个多月来的新高 这个底型好像已经打出来了 变了吗 哪里变 红达店说的 惠子姐 他们说现在这个月七月份 红塞雷三个新商品 新商品智慧机齐发 绝对让它的业绩也跟着发 真的吗 因为他说7月24号 它的新的就是它的E8 这支手机在台湾的HTC的算卖店 要正式开始开卖 这支手机讲到E8 就稍微又有点来头 这是因为它在之前大陆卖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个感觉 好像这支手机在大陆做得还蛮红的 然后在大陆很红了以后 从大陆红回台湾来感觉好像声势很强 所以这是E8 E8因为它号称 它跟它之前它的一个高阶的机款叫做M8 M8说机皇 对 M8叫做机皇 那这个E8的话它有个名称叫做平价版机皇 就是说呢 它一定要机皇就对了 对对对 一个是比较高贵的机皇 还有一个是便宜的机皇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它就是说它的规格 其实非常接近所谓M8这个高阶的规格 但是它的价钱是比M8要便宜1万块左右 所以它的售价大概是在14900块左右 是相对是比较便宜 然后外形它说非常非常相似 大概90%都很像 只有背面上面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轻一点点 它多了一点塑胶的材质 所以它可以看起来比较 重量会少了20%左右 因为M8是用塑胶机壳 塑胶机壳就清了嘛 对因为它的不是全部 就是部分是塑胶 部分塑胶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有四个颜色 所以看起来五彩缤纷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这里来说的话呢 它又是五寸的荧幕 然后呢1300万画素 然后呢它又支援四基的部分 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这支M8呢 看起来来头不小 那么呢以现在来说的话呢 大家觉得好像相当的有期待 可是我真的就一直听不到 Design 816跟那个机皇M8 红达电对外说 我总销售量到底有多少 所以它只说我好我好 但好是一个比较值啊 所以呢 对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因为呢像之前的话呢 它前两个月在台湾 也卖得很好嘛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呢 红达电好像五月份的时候 在台湾的销售市占率 好像也是拿了第一名 对对对对 但是就限于台湾 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它有些东西 就在台湾卖得很好 因为呢毕竟我们本土的品牌 大家也都比较会支持一点 但是如果你放眼到全世界 好像就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包括在日本的市场 那当然还是一样 苹果啦三星啊 他们都站在前面 所以你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说呢 它当然它的高中低 这里它都各自有主降已经出来了 所以的话这个重点的话 其实就很清楚 在它开卖了以后 然后还有它后面会有法说 它法说的时候 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现在来看的话 红达电这边呢 第三季 法人现在的预估 都还没有很漂亮 也就是说呢 以现在法人在预估的数字 是季减的 第三季是下去的 然后那也就算了 第四季还要再下去 所以我才说 它的三款机种 到底有没有卖得真的很好 它其实就是说 在大陆的那个卖得还不错啦 18嘛 对 但是呢 在台湾这边就是 你还没开始 还不知道 18要回台啦 对 那M8其实 好像就是说 在国外没有这么强 因为S5上来之后 其实好像慢慢的 有一点点冲击到M8的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后面还有9月份的iPhone 6 iPhone 6会出来 那iPhone 6之后的话呢 三星它也是会推 这个Note 4的部分也会出来 那如果照这样看的话 M8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变成它不见得在全球市场上面 它的这个能够表现得很突出 大家觉得还有些变数 那中阶跟DJ来讲的话 816目前来看的话 是表现还算可以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强劲的程度 那18其实来讲新出来的 大家还要看后面的状况 因为它其实 现在的话在台湾 还没有证实出来 所以结论是 宏达电的股价 到底是会涨到哪 其实如果说 我认为这个以它目前看到的这一些来讲 还不太能够支持法人 会去很大力的买进 因为你看刚刚的数字 那个数字不是我写的 那是法人估的 那法人如果估那种数字的话 其实第三季是下去 然后第四季也是下去 所以你这么讲 它连底型都还没确定 我觉得都还没有很确定 我们看刚刚字卡的部分 因为它第三季的部分的话 如果认为是下去的话 第四季也下去的话 那这里面来讲 除非你出货拉很高 因为大家认为你有中间有低阶的时候 其实这两个出来 你会把ASP也往下掉 就是平均的销售单价 势必也会往下嘛 对不对 因为18上来的话当然是很好 重点是M8也不要掉 因为你18上去 如果M8下来 那两个是类似的东西 但是18便宜M8贵 那你是不是平均的销售的价钱就下来 那下来之后 你除非这两个饼要一起上来 那你才能够让营收跟获利一起上去 对不对 所以大家现在在观察是 这三个一个18一个M8 这里面是不是两个都要成长 那如果两个都上去的话 才会化解那个疑虑 那这个疑虑什么时候会化解呢 就讲到一个关键的日期 就是7月31号它的法说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K线 它的K线来说的话 就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底 但是这个底又稍微有点点瑕疵 瑕疵在哪里呢 第一个如果对应上面的头部形态 它的底你就不知道这样规模上够不够大 有没有 因为它上面来讲的话 似乎有个头型 所以底跟头这里对应的幅度够不够 这还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比较讨厌的就是 它有一大堆线全部都黏在那里 瑕疵都可以看得到 一大堆均线全部都黏在上面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对而且这些线里面 10块左右反压 对包括半年线 包括季线 包括年线 而且三条线是全部往下 所以这个情况就变成是它的打底 我认为不会这么快 大家还是要确认 我觉得在法书之后才能够让 让法人比较认为有可能去推翻 现在大家的讲法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 可能大家可以把它列入观察 但是不要追高 我们还是等进一步的东西 慢慢厘清之后 能够很确定它是成长 能够翻过那些均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话 大家可以用力一点 那我们现在还是维持在 最终的一个名单里 红拿电影现在市场上 因为热烈讨论分两派 看多的很看多 觉得不太会长 就像慧智姐这样子 所以葵葵大哥 因为你是技术派 我要一分钟你的看法好不好 我们这样讲 如果从技术面来讲 现在买它长的空间比较大 跌的空间比较小 那事实上它未来的反应 我们应该这样讲说 就像慧智姐讲的 如果它真的要长得 比较大一点的幅度 是一定要伴随 它业绩的营收成长 那如果我们纯粹就技术面 因为技术面一定领先基本面 这只是告诉 这边很清楚告诉你 你现在去买它 风险比较低 获利几率比较大 大概是六四七三 但是业绩一定要看就对了 对 一定要跟上来 因为你一定要有机制谈 谈的才会有扎实 其实这个点 散户之道 法人更知道 刚刚上阶段问了慎智姐 那个法人的换股操作 我强调哦 这是我听说的 听说最近的外资 大风吹换股票 电子部分也在换 换什么呢 买进笔电 买进笔电族群哦 这期的笔电股价强 而且报告都偏多 那卖掉什么呢 卖掉苹果派 因为苹果拉过拉得差不多了嘛 卖苹果派 卖红海 卖红海集团 真的是这样嘛 最近其实在外资跟投信啊 在笔电这一块 的确是在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回补它 我们先举例像 2353的红积好了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红积是做笔电啊 之前好像 赤顺顺啊 现在好像还不错 还不赖哦 那它是什么 云端小笔电 感觉上卖得不错啊 那你重点来了 你看一下它的周线 周线是长这个样子啊 这个底型 对啊 周线长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觉得它现在长 好像也不会太过分吧 只要它基本面 绞出有一些 让大家想象的空间 这个是 我们讲说红积啊 这个周线 右肩出量的底部形态 应该没有话讲 不是只有一档 你看一下人保 一样看周线就可以了 你看人保 它也是什么 笔电回温嘛 而且它讲说技技高 周线呢 诶 这个是人保的周线哦 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 异曲同工之妙 没错 所以 其实你看外资在买 感觉上它七荤八素一下买 这个一下买那一个 但是如果你按照线型来看 这种线型啊 打给你看你都想买 这个线型还不错啊 那你看尾创 尾创我们也说 诶 它好像也还不错啊 打了一个像是圆弧底嘛 对 请问哦 被卖掉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卖掉 卖掉 苹果派啦 红海 今天呢 还有外资看衰哦 看坏红海 李扬开枪的啦 这样比红海 那苹果派 那苹果派 红海您怎么看 苹果派最近不好 也没有错 因为它涨多了嘛 涨多拉回 大力光 它再怎么样看 也是相机的第一大厂 而且 其实苹果要发机 我觉得大力光的业绩 你说 它第二季财报 脚出来怎么样 很漂亮啊 下半年也很不错啊 今年已经都调到100块了 EPS都调到100块了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个别股 你说凭概股 我觉得短线震荡 OK 但是拉回是怎么样 跟台积电一样 拉回是要找买点 所以你看 基本上 创高的股票拉回 只要不要有太多的杂音 或是说关键点跌破 它的形态是没有破坏掉 我们就拿和硕 因为上次圣洁有教学过 我要一个答案就好 当它拉回 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它到底还安不安全 圣洁上次是这么教的 把这条线 低点连在一块 就叫上升轨道 没错 是这样没错 对对对 回档没有破这上升轨道 这些就是买点就对了 对 瑞涵很认真 听很清楚 它这个都是一个 强势的一个指标 你看它上升轨道线 跟月线都守住 而且你看 外资有没有大幅度的卖超 并没有 而且这一波 如果真正发机的话 成长度最高的 社会是合硕 OK 不是我们讲的 一般认知的红海 所以基本上像这种 创高拉回是找什么 强势股的买点 太好了 因为台北股市整个市场当中 有主管机关在看着 保持它的健康稳定度 而且我们的两个门神 还不断提醒 有机制谈 要注意量 所以台股如果就整个的 健全度来说 应该比陆股好很多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陆企业想来台湾 挂牌 偏偏前阵子 F股出了一些问题 这就卡关 那陆企怎么办呢 整个弯借壳来台湾上市 借壳的方法 今天的传出来是智党标的 我们看旺九 对不对 公道的涨停板 这旺九公道的涨停板 请看旺九的K 时间长一点点 它也在高档进行正当 所以捍卫问一下 其实如果它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我们台湾上市IPO的话 不能叫IPO 因为IPO是 新股上市 它这个是借壳 比较属于入主 可是可以这样吗 当然照金管会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F股 最近不是在跟金管会杠上了吗 所以说F股出事 是从那个F再生开始 所以大家就开始害怕 然后主管机关就听下百分百的一些建议 是不是不要再增加那么多的筹码 让大家只要好股票 这些大家可以买就好 有问题的就延长 是 其实中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金管会觉得说 你入资持股好像超过30% 对 所以我说 你在这个程序 我是不是要再让你再审核一下 那当然中金就不高兴 我前面花那么多精神 结果你就给我用这个因素就打回票 那当然这是现在它对F股的规定 我们要先知道 变严格了 对 变严格 所以你入资可能就会想办法说 可是我觉得台湾公司还是很好 那或者是台湾的市场很好 它有这个需求 那当然你公司不管到哪个地方去挂牌 当然都希望股价会涨 没有人说希望股价会跌的 所以那当然第二个 其实还有 不过借壳还是有另外一个方式 因为以前很多营建股都去买一些 比如说什么电子公司来借壳 借壳之后就变更营运项目 就变成说做营建 然后后来金管委员发现说 这样不太对 然后你马上去说都变小标股 因为你营收就惯很多 营建股其实它有时候认练的 那个营收就认练很多 其实为什么有些公司它喜欢借壳 因为如果我是一家新公司 我这家新公司照排队的话 要排好久 业绩要审查 股本要审查 每年都要给它看报告 那排那么久我没耐心 我就去买人家的股份 就叫借壳 对 就入主 然后变更它的营运项目 所以金管委员有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今天营运项目 变更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表 借壳的规定 对 那你就要先怎么样 第一个先 假设你业务有变更 假设你业务 你就要先暂停交易六个月 本来是做电子 现在做变成营建 你可能要暂停交易六个月 是是是 然后由承销商 以IPO新股挂牌的制度 来去看看 你是不是符合重新上市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你可能又有一个三年的观察期 所以也有可能借壳不成功 对 可是如果你符合就可以重新上市 对 所以其实借壳 也不是说你只要借就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旺久 我觉得陆支它是 也想来台湾 可是又不方便 就F股直接挂过来太麻烦 然后它应该不会变更它的交易 因为如果它变更它的交易 它可能就不符合金管会这些规定 那为什么中资会看上旺久 对 为什么要挑